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你冬天在洗完澡的时候 那个热水排到这种应激路雨漆的管子上面的时候 它会热胀的缩 所以说当设计无要求的时候 一般点多想起来 伸缩节间距不得大于4号 4米 就每隔4米 伸缩节是你可以在这个活塞运动上下移动 是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伸缩节 你洗完澡的热水流到了这个应激路雨漆的管子上 这个管子会热胀的缩的容易出现激烈的情况下 或漏水的情况 高层建筑物 您设的排斥管道 一按设计要求设置什么 组合圈 那这伸缩节是什么意思呢 方向上可以上下的移动 组合圈是什么 你比方说你这个管道穿过墙体 要组合圈 放火套管 包在管道上 就是下面着火了上面烧不过去 组合圈 这是伸缩节 看到吗 这是伸缩节 可以上下移动 管子在热胀的时候 那么组合圈是内填充阻然的膨胀心裂 内填充阻然膨胀心裁 靠在硬质的巨度雨漆管道的外侧 把这个管道的外侧 固定在楼板和墙体的部位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 它会受膨胀 包住我们的要保护的管道 将这个 在脚端的时间内 封堵管道的穿洞口 穿过墙体的孔 阻止火势蔓延 就是下面烧找到 上面烧不过去 因为这里有组合圈 金属排斥管道的掉钩和卡钩 固定在沉重结构上 那肯定是让沉重的结构上 那我们这里特别强调 在10年12年18年 都考过多项选择题的 这个知识点在第13条 非常关键 它考了三次选择题 最近几年 我说排水通缉管不得已封道 什么叫排水通缉管 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 办完大事的时候 那么要通过排水管排出去 排水管在排的时候 为了它通上 我们希望这个里面气泡 要越少越好 要做一个通气管子 出来 通气管 这个通气管一直连到我们的房子的最上面 房子最上面 你看这有做一个通气管 我们通气管竟然做成这种形状的也有 就是下雨天从上往下流雨的时候 这里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因为它这个管子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口很臭 很臭 为什么臭啊 因为你上完厕所的 那个管子 你去排气 为了这个上完厕所的那个 顺畅的排出去 你这样排气 你看到吗 这就通气 这个通气的结构是下雨天 下面都有开口的 知道吗 从上下雨天 它那个水进不去 做成这种结构 也可以做成这种拐弯的 这叫排气 从这里面管子 通气 排水通气管 既然通气管子很臭 所以它不能跟你通调的风道 和烟道连在一起 通气管应高出地面300毫米 看到吗 高出地面 300毫米 必须大于最大积雪后度 我们这里面有雪 这个积雪啊 在这上面 血液融化的话 血液融化呢 这个血容易从这里 你看啊 假设你这里血液融化 这个水 血从这里 水从这里过来 就憋着劲了 就不通气了 就相当于你鼻子啊 跟你风堵了一样 必须大于最大积雪后度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要让这个雪融化的时候 把通气管子给堵住了 这是上半厕所的水 往下排 通气管很臭 所以高出门窗 600毫米后 影响无门的一侧 防止跑到你的房间那边去了 在经常有人停留的平屋顶上 通气管应高出雾面2米 为什么呢 经常有人停留的地方 它高度不是300毫米了 2米 防止人呢 有的时候呢 把这个通气管子给堵塞了 并根据防雷要求 设置防雷装置 设置防雷装置 屋顶有隔热层 屋顶有隔热层 因从隔热层开始算起 屋顶有隔热层 从隔热层开始散高洞 然后又有防雷 防止人触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12年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经典的一次选择题 高层建筑的排水通气管的安装要求 通气管很臭 为了防止通气管 不要在北方下雪 雪融化以后 那个雪呢 流到通气管这上面 把通气管给堵塞 所以高充 斜屋面0.3米 在经常有人停留的平屋底面 通气管高充屋面2米 原因是因为防止人把手举起来 有2米 堵塞了你通气管 使得你上班厕所脏的无垢 不能痛快的流下去 通气管是不能与 风道和烟道连接 如果通气管的臭气跟风道连接 如果通气管的臭气跟风道连接 那就完了 你通风条吹到你的房间里面都是臭气 通气管一按防的要求设置防的装置 你看到吗 经常有人停留的地方 防的装置 那么高充屋面通气管啊 高充屋面必须大于最大计刑活动 防止通气管因为雪的融化 把通气管给堵塞了 所以这个安装要求有 这个C是错误的 高充屋面的管道安装要求有 那么就选APDE C是错误的 通向室外的排斥管 我们说排斥管一定要通上 那么你对结构就有一个要求 穿过墙壁和基础 必须下反式 再用45度的三通 什么叫45度三通呢 你看一下 这叫45度三通 这是一通 这是两通 这是三通 流体从这里流下来 流体从这里流下来 一通两通三通 这样流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属于顺畅的流过来了 或四处的弯筒 四处弯筒连接 什么叫四处弯筒呢 你看 这个管道从这里四处弯筒 这个角度是45度 你再装一个四处弯筒 你这样斜过来 让它平滑着这样过来 这流体流得很顺畅 这又是一个四处弯筒 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45度 从这个角度是45度 并在垂直管段顶部 设置轻扬口 通向室外的排水检查井的排水管 井内引入管 因高重排水管和两管顶向平 用于室内的排水的水平管 室内的排水 水平管道 以水平管道水平 管道与力管连接的要求 你采用45度的三通 或45度的四通 或90度的斜三通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三通四通 这叫45度的三通 就是这个轴线跟这个轴线 流体从这里游 往下游 45度的四通是这样的 45度的一通 两通三通四通 为什么不是 这是为什么叫斜的呢 毕竟这里有拐弯 它跟这种还不一样 这叫直三通 这里面毕竟有拐弯 叫斜三通 斜三通的流体流的 更通胀一些 它有一个平滑的过渡 应该有两个45度的弯头 刚才吗 这是一个45度的弯头 跟另外一个45度的弯头 平滑的过渡 火弯几半径 不小于四倍管径的90度弯头 那么 民副管道穿越防火区域时 应采取防火 再得贯通的措施 刚才说了 管道穿墙 要做防火 那么在高层建筑的雨水系统里面 就是你比方说你的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 大楼 很高的那种大楼 它在排水的时候 它这个排水的压力特别大 由于高层建筑高度大 这个暴雨 基本上让这个排水管子都是满流的 甚至处于一个沉压状态 这个管子容易把它挤裂 所以要考虑到沉压能力 高层建筑 一般用镀芯的焊接钢管 这个焊接钢管 包括合金钢和碳塑钢 如果抗热力很大 用合金钢 如果抗热力较小 可以用碳塑钢 超高层的雨水系统 采用什么 镀芯的无缝钢管 你这毕竟是焊接的 我是无缝的 抗热力比它更大 所以超高层用无缝的 那么高层和超高层 重力流水的管道系统 可能用穹墨铸铁管 我们说这个铸铁 它分为灰铸铁和穹墨铸铁 那么你看一下 灰铸铁 穹墨铸铁 灰铸铁有代号 灰铸铁150 灰铸铁200 250 300 穹墨铸铁有500 600 700 它是抗拉强度 你如果要用铸铁的话 不要用灰铸铁 因为灰铸铁500比150 大得太多了 那么穹墨铸铁 抗的力远大于灰铸铁 我跟你说一个概念 如果你们经常在现场 用材料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一般的 花100块钱去买一个焊接材料 和一个铸铁 肯定焊接材料 抗的力大 如果你非得用铸铁 去尘压 比方说我们地下井盖 用了穹墨铸铁 不用灰铸铁 因为灰铸铁 汽车开过去以后 把它容易压裂 你要想用铸铁 而且用抗的力大 用穹墨 不要用灰铸铁 所以 穹墨铸铁管 管道系统的实验 我们说有五大实验 压力实验 分为液压和气压 灌水实验 是看它渗不渗漏 通水实验 看流体流的 是不是通畅 通水 通球实验 是球体直径 要大于管子直径 什么的 每个球都要求通过去 这样的话 对于建筑的排水管子来说 它排水更通畅 还有酵酸试射实验 那么酵酸试射实验 是底层取两处 顶层取一处 底层取两处 看到了射程 距离 顶层取一处 看到了流量和压力 你不能说 顶层着火了 它水没有水压 这不行的 12345 那是我们工业管的压力 切入性和增弓度实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建筑管道的系统的实验 我们说 切入性实验和增弓度实验 它是属于什么 工业管道要做的 灌水通球 都属于建筑管道要做的 压力实验 是工业和建筑管道都要做的 工业和建筑管道都要做的 那么问你 建筑管道要做什么实验 BC肯定不做 做ADE ADE 你看我们通球的球体 这些大一管子 直进三分之二 我要求每个球都能通过去 将来你在上完厕所 排水的时候 才能通上 敲船射射实验 通水实验 这五大实验呢 我们成为压力实验 在热水的压力实验的时候 13年呢 我们考过案例题 这个压力实验呢 在更多的年份呢 主要是考选择题 就是考你这个 压力实验呢 这几种压力实验的 这种选择题的考虑 那么在建筑物中 室内的集水系统 室外的管道的水压实验 当设计为住民时 为工作压力的1.5倍 我们都是 这个建筑管道压力 为工作压力的1.5倍 且不能小于006兆帕 当设计为住民时 热水 我们说热水系统 和供卵系统的 它的水压实验是13年 我们考过2014的 我们说热水供应系统 它在做压力实验时 应该等于工作的压力 顶点工作压力 加上0.1兆帕 同时在系统的 顶点的实验压力 顶点的实验压力 不小于0.3兆帕 大于等于0.3兆帕 高温热水供卵系统的 水压实验的压力 注意这是 我们说的 这是热水供应系统 和蒸汽供卵系统 这是高温热水系统 水压实验 应该以系统最高点的工作压力 加上什么 0.4兆帕 塑料管以及 铝塑负货管的 热水供卵系统的 水压实验 以系统最高点的工作压力 加上0.2兆帕 同时在系统的 最高点的实验压力 不小于0.4兆帕 大于等于0.4兆帕 这是19年 叫它新增的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里面有个 热水供应系统 它是在 顶点工作压力 加0.1兆帕 不小于0.3兆帕 这是考了一个 四分的一个 案例题 是我们最近几年 唯一的一次考的案例题 但是一级建造师 不会这样 一级建造师 是曾经考过 管道的连接方式 用什么连接方式 用罗文连接 卡钩连接 考过案例题 罚门 做强度和延密性实验 18年一建还考了 我们这个 二级建造师 主要是在这个 建筑管道里面 主要考五大实验里面的 压力实验 有可能考案例题 其他的几种实验 都是在以选择题的形式考察 那么你这个 钢管机 复合管道 它是 系统实验压力下 10分钟内 压力降 不大于0.02 这的话 实验压力下 实验压力是工作压力的 什么 1.5倍 压力降不能大于0.02 如果大于0.02 说明这个管子泄漏了 是吧 然后呢 你降制 工作压力检查 压降 压力因不降 不剩 不漏为合格 塑料管道系统 在实验压力下 稳压一个小时 这是刚才是钢管 所以你看 塑料管道 做的时间远远超过它 你这10分钟 一个小时 压力降不能大于0.05 兆帕 然后在工作压力的 1.15倍下 又稳压两个小时 这就三小时了 压力降 不得超过0.03兆帕 连接处不得渗动 那我们看一下 室外的 积水钢管 铸铁管 在系统压力下 10分钟压力降 不能大于0.05兆帕 19年叫做新增的 塑料的 是在纹压一个小时 压力降 不能超过0.05兆帕 降制工作压力检查 压力不变 不胜不乐 为何高 那我们说一下 灌水实验 一定是在隐蔽之前 必须做 这是考了多次的 一个选择体考虑 灌水实验 检查它是否胜弄 以不胜弄为何高 它是把水灌到 满水15分钟 灌满水15分钟 刚开始水面一定会下降 因为里面有气泡 那么下降以后 再灌满水 观察5分钟 页面不降 管道机接口 无伸动为何高 那么看一下 按照室外排水检查 分段实验 注意这个灌水要分段进行 然后分段完毕以后 再进行整体实验 灌水实验纯粹是看 检查你管道 是不是伸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室内卫生机具排水 直管在隐蔽进行之前 要做什么 我们说灌水实验 在隐蔽进行之前 要灌水实验 主要检查它 是否伸动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 有的时候 你蹲在那里上厕所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上面那个管子漏水 滴到你头上了 很危险 说明它在 室内卫生机具 在隐蔽之前 没有做好什么 我们说灌水实验 最后它渗漏了 通水实验是流水 是不是通畅 像排水 像雨水管道 它在排的时候 是不是很通畅 通球实验 也是对于排水管子 通球直径 球体直径 大一管子 每个球都要求通过去 我们看一下2017年 考了这五大实验的选择题 建筑管道做五大实验 关于建筑管道工程系统的实验的说法 正确的是 管道的压力实验 应在无存检测之后进行 什么叫无存检测 就是这个管子是焊接的管子 这个管子如果是焊接的管子 一定要检测 它里面没有裂纹了以后 再做压力实验 如果你没有检测 它直接做压力实验 这个管子可能爆炸 人就死掉了 B 通球实验 球体直径不能小于 排水管外景的三分这 高层建筑管道 施工完毕以后 要立即进行 整体的调整实验 错误 应该是分段分区进行 高层建筑管道 因为你整体一下子 做实验容易爆炸 室内排水管道 在隐蔽之前 做观视实验 不是投入实用之前 是隐蔽之前 做观视实验 所以正确的是 只有B选项 A选项 无存检测 是检测 你里面有没有裂纹 气泡 焊接的地方 没有问题的 在做压力实验 如果你这里面有虚焊 有气泡 有裂纹 都没有检测 在做压力实验的时候 非常的危险 小五栓 试射实验 手层取两处 顶层取一处 顶层 可以看它的 水流量和压力 手层取两处 看它能射多远 到达最远端的能力 这是我们说的 有五大实验 管道在做完压力实验合格 五大实验合格以后 要进行防腐石绝热 跟工业管道一样 防腐石 我可以有涂上漆 你像那个 管道表面 涂上一层漆 仿佛 或衬理 你看这不就是衬理管道吗 让介质跟高分子的衬理接触 让它跟金属的管道不接触 还有静电保护 还有阴极保护 阴极保护 我说一下 比方说你这是一个 三峡大坝的闸门 这是一个阳极 阳极 这是阴极 阴极 让这个电子往阴极跑 从阳极往阴极跑 你三峡大坝的闸门 它跟水接触 表面容易氧化生锈 但是我这个电子 一直往阴极这里跑 使得你三峡大坝的表层 不容易脱落 锈石层不容易脱落 那么如果你锈石层 容易脱落的话 那么水 三峡大坝的水 继续腐蚀你表面 我牺牲阳极 保护阴极的这种方法 叫做电化气保护 还有静电保护 我们防腐质 绝对有保温保冷和加热保护 这是曾经考过选择题的 你看我们这个 冬天我希望 有暖气管道 有保温 我们夏天有保冷 希望冷 我希望加热保护 那么生活积水管道 在交付之前 也必须要消毒 清洗干净 特别是我们自来水 是吧 工团管道系统 实验合格以后 对系统进行冲洗 清扫过滤去 直至排水不含泥沙 清洗干净 工团管道 它要进行冲水加热 因为是暖 将来这个管子里面走热水 清洗完毕以后 冲水加热 进行试运行调试观察 我们看一下 这是考的一道选择题 很简单 绝热包括什么 保温保冷和什么 我们说的加热保护 三种 保温保冷和加热保护 那么关于这个建筑管道 关于这个建筑管道 我们说这么多年在考试 主要是考察什么 五大实验 这一章节的灵魂在五大实验上 五大实验里面压力实验了 13年我们考过案例题 其他的实验容易考选择题 我都给你举例子了 我们的一级建造师 是在阀门这里 曾经考过案例题 阀门做百分百的实验 和百分之十的实验 强度压面 联面线实验 连接方式 有卡固连接 一级建造师考过案例 当然二级主要是考选择题 你把这几个知识复习完毕了 我们的建筑管道 就全部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 utter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